早餐 爸爸想請妳幫個忙 什麼忙 跑跑腿 送個東西 小雲的弟弟在我們那裡戒毒 今天又跑了 小雲說他回家去過 而且還把家裡的家電 冰箱電視都搬走了 智慧 你智慧 我再拿去修 智慧 所以有毒癮的人 毒癮一發作的時候 他的行為就失控的 冰箱也壞 你不可以拍家裡的東西 不會壞的 如果是女生就更慘了 毒癮一發 可能就隨便你了 好可憐 毒品現在滲入校園的情況 也超過我們的想像 根據這個 治安通報系統的照料顯示 目前台灣十八歲以下的兒少 使用毒品的平均年齡是十二歲半 最低年齡是九歲 這麼嚴重 更過分的是 現在有些毒販為了提升藥效 把玻璃磨成細紗 摻進去 吸了以後 男生上廁所就痛得不得了 一開始的時候很High也很刺激 但是卻不知道對身體的影響非常大 一開始腦部激素分泌會失序 影響了情緒 影響了思考 呼吸系統整個鼻箱黏膜會受到破壞 再來胃會筋軟 再來整個泌尿系統嚴重出問題 膀胱會纖維化 這個膀胱沒有辦法儲存尿液 結果就要包尿片 有的是甚至會腎衰竭 終身都要洗腎 是 有一些已經二三十歲的大男人 到我們那裡去 是包著尿布來的 一天上廁所得上個一兩百次 所以連睡覺都沒辦法睡 就乾脆坐在馬桶上睡了 這麼嚴重 那毒品其實最大的危害是什麼呢 是它會重複 不斷地做錯誤的決定 以至於產生不可收拾的後果 是 人就是要這樣身敗名裂 然後一無所有的才肯悔改 這還算好的了 有的要弄到妻禮止善 家破人亡 還痴迷不悟 毒品真的是害人不前 緊張 不要動 不要動 怕血 不要動 不慘 有的 有 不找人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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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